啥? 哇 用撈耳朵的棉签 也能畫出這麼維美的嗎? 大哥你看 你那棉签不稀奇你看看我這個 用一塊泡沫就能畫出一副春天的櫻瓜 你也是畫不出來的呢 我怎麼就畫不出來啊? 那你PK一下 來喔 真的是 哇 耳屎這麼大 咦? 別談到我這邊 材料非常簡單 畫紙、原料、棉签還有橡皮筋 這麼多種還說簡單 我呢只要用泡沫加原料就好了 那你不用畫紙你畫臉上啊 那個一張紙給我哈 你誇我囉 你真美 你要說一次 我說你真美呢有錯嗎? 錯 首先拿出一把棉签用橡皮筋扎住 我呢是畫大樹所以我是以綠色為主的 像這樣子在上面裝一點原料 均勻一點 像這樣子隨意的搓搓搓 非常的解壓 哎呀你那一看就不靠譜 還是看看我的吧 用泡沫的一個角 沾點這個粉色的原料 然後再在這裡搓搓搓搓搓搓 不想說呢 我這個樹的нал量很比妳的頭型的發量還要高 你有空也也要 наблюд unseren 是你的額頭吧 怎麼一樣 上戳戳 下戳戳 左戳戳 右戳戳 跟戳早一個樣 嚇死個人 你戳早要是這樣 那你的皮早就掉光了吧 這樣戳才乾淨 你不懂 底部這裡還要用這個特別的綠色來頂綴一下 好像這樣子 搂搂搂搂搂搂你全只會搂搂搂像個雞一樣還要幹嘛哦 屍乾一點白色就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密集感吧 層次感 書的部分畫好了 現在來畫樹幹也是用棉籤 我就不信你了還不必能畫 我上面有個尖角 可以的 那你畫來看哦 畫就畫 不像畫筆的 不會不要就不用 不稀罕 也是隨一點 不是用这个脚这样滑拉就好了吗 小酒 你看看别人的 再看看你的 多好看 真的是没眼看的 我再用牙刷来说一些吵 说说说说你爱我说说说 OK 完成了 两个呢 一起来欣赏一下啦 我这一棵呢 叫做幸运之树 你叫幸运之树 那我这棵就叫许愿之树 这两棵树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订阅留言告诉我们吧 许下的愿望 他会帮你们实现哦